今天是马六甲 银川坛城市中时办简单的 新年困拜 今天我们中时出席的人数有大位 大概五十五位 我们为了这个疫情 所以这几天CNCO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举办这个简单的团拜 我们在决定刚好到今天是三天 所以每个中青知道了有这个简单的团拜 都很热烈的出席 可是今天所出席的都是中时里面的三机构 就是女士部青年团跟妇女主没有其他的中心参与 往年就有其他的中心参与 所以我们就响应 希望各社团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团拜 因为这个团拜是我们中华文化 就是每年的过年我们都有团拜 谢谢 今天我们马六甲银川坛呢 城市中时是在四十八个小时里面 完成一场筹备的青春团拜 然后这青春团拜我们在抽费之中 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个防守的一个XOB 希望大家的安全健康重要 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青春团拜 是毛甲圣川里面第一场 我也希望这一场的青春团拜 可以传承下去 因为我们华人有一个不好习惯 是每次会停办一年了就会有第二年 希望这种青春团拜要停办 年年都会伴下去传承下去 然后今天我们的五员 得到我们的主席 拿做成天长中长 全场的赞助 谢谢各位大家 XOB 我们的XOB呢 今天每个来出去 我们每天场的人呢 只有五十五个人 所以五十五个人的话呢 变成我们大家都有做好我们的准备 和防守 所以都大家都做到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